比赛中的全梦腾讯体育8月27日雅加达文王一威 当地时间8月27日雅加达亚运会女拼团体八千四比赛中 中国女拼与日本女拼提前相遇 最终中国女队3比0获胜 顺利晋级半决赛 就在准备上场前 陈梦捧着手机安静地坐在训练场的地板上 手机中播放的正是陈梦本场比赛 对手阿腾美来美的比赛 亚运会女团到今次比赛 根据组委会运程安排 比赛于当地时间27日晚上6点举行 然而直到下午4点 女团到墙才全部产生 进行对阵抽签 此时距离比赛开赛只有两个小时 陈梦在前研究对手录像 为了备战本次亚运会 中国队最组准备 科研技术录像人员 也以保障团成员身份现身训练场 背着电脑的技术人员 随时为大家调出 即将面对对手的比赛录像 以便队员研究和部署技战术 今年亚运会 日本与平英却藏诗穿加纯 平言梅宇等绝队主力 派出加藤美优 方本人为 甜甜美优 安藤美乃 美新人阵容 相比于此前的老对手们 这些新人急剧暴冷的可能 科研人员的比赛录像起到了关键 作用 越是对这样陌生的 更要充分准备 综合运动员容易暴冷 以前日本那些选手 我们互相都非常了解 但对这些二线选手了解不多 尤其是我今天的对手 我们之前一次没有交手 最近才冒头 赢了两个我们中国的选手 自己也希望准备的更充分些 赢得比赛后 陈茂这样说道